用技术以近来形容如今的叙利亚叛军武装毫不为过 目前包括所谓的叙利亚自由军 努斯拉战线以及其他大大小小派别的叛军武装 几乎都被俄罗斯叙利亚联军围困在伊德利普省动弹不得 如今的俄罗斯叙利亚联军在盛局已定的情况之下 并不急于向伊德利普省发起纵攻 一方面他们通过不断的炮击和事态性进攻 一点一点蚕食叛军武装的地盘 这样一来损失可以降到最小 另一方面莫斯科和大马赤格 依然具希望于通过非暴力的手段 彻底解决叙利亚最后的一块心病 毕竟时常被信弃义的西方 依然有干涉此地局势的可能性 不过叛军武装显然没有珍惜 俄罗斯叙利亚联军的人词 近日叛军武装首先是在哈马省北部 向叙利亚军队发动进攻 被击退之后又试图在拉帕吉亚省 向俄叙利亚军发起突袭 不过这一切都被猛烈的炮火击退 而根据俄罗斯著名军事媒体军功信使的报道称 就在日前俄罗斯空天军 驻扎在叙利亚的最大基地赫梅米姆空军基地 甚至遭到了叛军武装的火箭弹袭击 当天一火渗透出来的武装分子 首先发射了无人机到赫梅米姆基地附近 随后在该无人机的引导之下 在清晨和傍晚连续向该基地发射了36枚火箭弹 不过这些低速的火箭弹 显然无法逃脱俄军装备的铠甲S-1弹炮 结合防空系统的拦截 最终火箭弹无一幸存全部被击落 俄军将叛军武装的发射阵地迅速定位 猛烈的炮火随后覆盖了此地 叛军武装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所有的发射装置被悉数摧毁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透露 此次叛军武装用来对火箭弹进行制导的无人机 正是西方提供的产品 而对赫梅米姆基地发动突袭的行为 同样是在西方缩始下进行的 不过他们显然打错了算盘 其必定认为俄旭联军在前线战事紧张的情况之下 必定对赫梅米姆基地疏于防御 然而俄军用过硬的军事素养和猛烈的炮火 回击了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 在叛军对赫梅米姆基地发动袭击之前 他们在拉塔基亚和哈马北的行动中 直接对军民点开火 造成了包括七名儿童在内的五十七名平民遇难 俄罗斯和叙利亚在此地的反击 被英法联合谴责 然而他们却对叛军造成的巨大人道主义灾难视而不见 双标本质再度暴露无遗